故夏云功德谱壮阴 如是妙途 如京云超越设放一切世界 故云祝福过南彼 这话说得深点 如是妙途 赞叹西方极乐世界 妙 实际上妙是妙心臣妙途 妙是什么意思 空有两边都不足 就叫妙 六根在六尘境界上 不起心 不动念 不分别 不执着 叫妙 那是什么 那就是纯粹是天然的 就是前面讲的摄像功德 确确确实实是新鲜 没有是变 七先动念是实 阿赖也 分别是第六一识 执着是摩纳实 实会变 所以其心动念 分别执着 就把这个自性所献的相扭去了 不善的念头 非常非常可怕 不但伤害自己的身心 破坏大自然的环境 这要不是大成佛法 我们不会知道 那现在这个世界上 人都拒绝佛法 说佛是迷信 不愿意接触 那这个里头有化解 灾难的这个方法 你不去研究它的时候 你这不懂啊 科学的方法不能解决 科学家没有人去提醒他了 科学家告诉我们 我们这个地球上 大概是五六万年之前 科学家 科学家 科学家也相当 发达到相当的水平 人类 贪嗔痴慢疑 膨胀出来了 大概比现在 还过分一些 大地 沉到海底了 亚特兰提斯 沉到那个地方 就是现在的大西洋 有一些预言说 亚特兰提斯会浮起来 那个地会浮起来 但是他浮起来之后 美国跟欧洲会沉下去 所以大家听到也可怕了 美国欧洲会沉下去 他会浮起来 这是我们中国人讲的 沧海 哎呀桑田 风水 轮流转了 风水 为什么会轮流转 风水 随着人心转 人心善 越转 越好 人心不善 越转 越坏 就这么个道理 最重要的 我们要能相信 极乐世界居民太好了 是阿弥陀佛挑选的 心形不善的 不能去 他不来借引你 你不晓得在哪里 你找不到啊 所以一定要心地 清净善良 真正肯回头 肯改过 那就待业往生 临时想法国院 我改过 到那个地方之后 老毛病又被现出来了 这个可以骗别人 骗不了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遇到这个人 这种人不是真心 不借他 不回来借引他 所以极乐世界的人 可以说得上 纯净纯善 所以他的过渡 这个居住的环境 永远保持这么好 这个道理 我们现在都懂得了 所以我们现在 要修好因 将来到极乐世界去